好,我们看到这个右下角这一块楼板 这一块楼板大家注意看这里 画有这个黄颜色的线,这是什么东西 还有呢,下面引出了一条线,有一个缩音符号 缩音符号最上面是A,下面是一杠 本页图纸里面A,那边是这个图 看到什么呢,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楼板呢,是挑出来的 这个楼板是挑出来的 好,我们前面做的没有挑出来 那么要进行修改 这个楼板要挑出来 挑出来多少 看这个图,从轴线出来多少 咱们先不管下面这一块 先不管这一块 上面这一块挑出来是多少 从轴线算起,挑出来多少 两百,二 一百的板,对不对 厚度是一板 H等于一板 挑出来的呢,我们上面这一段也是一板 我来量一下这个图上是不是 测量 从轴线算起,这里量出来是两百一 那我们不要以这里为准 以下面那个大样为准 跳出来,从轴线出来是两百二 那如果是从量边算是多少 从量边算是多少 这个量 轴线外侧是九十 对吧 轴线外侧是九十 从轴线外侧算起多少 这个地方标的是一百 这个地方标的是一百 这个一百呢 是量的外侧这个一百 跟上面标的又有点不一致了 看见没有 轴线 这个地方标的是九十 对不对 但是呢,下面标的是多少 轴线出来是一百 当然这是图纸的小错误 我们以哪里为准 以大样为准 九十 那么从量边算的就出来多少 一百三 六十一样六十嘛 按这个来啊 轴线外侧 就是一百二 怎么偏移啊 工具栏上 偏移在哪里 看见没有 学生那种偏移 你看,是这样偏移吗 这个现在这个偏移方式 整体偏移 我们选择 多边偏移 这边要偏移 这边要偏移 是吧 重新来啊 点这个偏移 我们选定这块楼板 哪里要偏移啊 选择要偏移的边啊 这个边要偏移 这个边要偏移 是不是 看到有一个亮线了啊 重新演示一下啊 我们先选定这个偏移命令啊 过来点这个楼板 然后右键确定啊 再来选择 这个边和这个边啊 再右键确定 好 往外偏移啊 偏移啊 一百二 好 一百二对不对呢 它是参考的哪里 它偏移参考的是哪里 它参考的是 中线啊 它参考的是中线 量的中线啊 因为我们画到这里啊 不是我们偏移 不是从这个量边向外偏移 就是从中线往外偏移啊 那这个中线刚好就是多少啊 不是九十啊 中线不是轴线啊 不是轴线啊 中线啊 不是轴线 看不见 就是一百 对吧 就是一百啊 那向外偏移啊 两百二啊 两百二 好 再来一遍啊 选择这个偏移 然后选定这个楼板 点右键确定 再选择边啊 这个 这个边要偏移 我们选完啊 先选 偏移 再点这个楼板 右键确定 然后选择边啊 一个边 两个边 然后右键确定 向外拖动 两百二 好 是两百二 你也可以再测一下啊 工具 测量啊 从 不是轴线啊 从 中线出来是 怎么没测到 两百二 好 对的啊 也可以我们直接拖啊 直接拖也行 我不用这个便宜 行不行啊 直接拖动啊 选定这个楼板 拉这个点 行不行啊 直接拉出来 行不行啊 一百 两百二 然后这边再拖出来 两百二 啊 也行啊 这样拖出来就行了吗 钢筋呢 影响不影响 过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 收力筋啊 看底筋 影响没影响 底筋 出来了没有 出来了啊 面筋 看这里 这个繁位你就看得到了啊 是不是出来了 这个跨板的 没有 对吧 从这个图上 这个一单样图啊 我们这边这个楼板并不是倾斜的啊 所以我们不是看这个啊 不是看这个 但是 你要知道 下面这个钢筋 楼板上面的钢筋 是哪一个 对应这里面哪一个 上部钢筋 对应的哪一个 面积是哪一个 这个是面积 是不是啊 还有这个面积 还有呢 这个面积 这个面积要怎么样 挑出来啊 先 要伸到头 我们看现在 我们这个是不是这样啊 重新汇总一下 底筋 也挑出来了 面积也挑出来 我们先看这个 这个挑出来了没有 这个挑出来了没有 没有 这个不对 拖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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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看这个 挑出来了没有 没有 拖出来 好 这样才对啊 这两个 汇总一下 那再看这个啊 这个已经挑出来了 是不是啊 面积这样子啊 挑出来啊 面积挑出来啊 面积挑出来啊 按照这个图的意思啊 面积也要挑出来啊 然后我们汇总之后 然后我们汇总之后 看一下啊 刚汇总过了是吧 再重新计算一下 再重新计算一下 是不是这样 挑出来啊 挑出来啊 他 挑出来 这个是跨板附近 他也是跨板附近 这个也是跨板附近 已经跨出来了啊 不是原来的 原来我们输入的是零嘛 对不对 那我重新改一下啊 他 查改标注 这边是 改了零 因为我现在是到边的啊 到这个板边的啊 他留了保护层没有 留了保护层没有 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式 知道了啊 这头 这头弯则是100 接近了一个保护层啊 板后100嘛 接近了一个保护层 那这头这个长度 看这个公式 有没有减吧 保护层 减过了啊 两个15 两个15 为什么是两个15 为什么是两个15 6800 100 100 减 这里就三个15了 是不是 在镜头这里留个15 弯折 弯折啊 这个是100 减两个15 是哪里的 这是哪一个的 垂直这一个段 是不是啊 垂直这一段啊 板后是100 减去上下两个保护层 这个15 水平这一段 伸到头 要留15保护层 这里还有两个15 是哪里的 哪里的 这另外一头板后是多少啊 120 减两个15 知道了吗 另外这一头啊 这一头弯下去啊 这个弯下去 这个弯折啊 弯下去 120减两个15 对吧 然后这一头 弯折下去啊 120减两个 减两个15 还有一个15 就是水平段啊 伸到头 留15啊 这里软件会减啊 你放大一看 是不是已经减了了 减过了 什么1100 1100 1100 哪有个1100啊 哪有个1100啊 这个呢 是净长啊 6800 加1100 净长啊 净长是从哪算到哪 从这个量的 内边线 算到 它是算到中心线啊 我们在图上量一下 就知道了啊 你看是不是 测量一下 净长 从这个外边线 量到 这个外边线 它是 因为这边是1000嘛 然后再加上里面 这个一半嘛 是1100嘛 对不对 加上这个量到一半啊 1000 加上这一半 1100 我们算一下总长度啊 我们算一下总长度 这个城市 6580啊 6580 你这边要加1000 是不是啊 那是啊 7580了啊 7580 那么看软件上 6800 加上1100 1100 就是这一头啊 这头1000 再加上100 1000 再加上100 那么 那么 6800 是哪里的 6800 加上1100 7900 7900 它是伸到头啊 它是算到头啊 那我们再算 这头再加多少 这头再加 从 不是220 320 320 我们从中心线 算出去 是220 那它这里是 不是中心线啊 这里算到那边线 我量到那边线了啊 6580 好 加上 下边啊 下面多少 伸出来是 320 你220 还要再加一个100 一半的量宽啊 好 还要减去一个 8535 是不是啊 好 再加什么 上边的 上边的 因为我是算到边了 这边就加1000了啊 加上 1000 好 检查15啊 这头有弯下去了 现在我算的是水平段 再加上这一段 这个地方有弯下去 是不是啊 再加啊 加上 板后是120 减去 30 对吧 好 那么再加什么呀 这头 这头伸到头啊 旋挑出来啊 再弯下去 这边是板后是100 100 减去啊 30 好 8045 看是不是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盘领死我啊 看明白了没有 没有错啊 表现还非常对啊 那么 这个啊 你一定要检查一下啊 我们把楼板给拖出来之后 你看着钢筋线是出来了啊 但是重新汇总之后 你要再检查一遍啊 它有没有 这个挑出来这个钢筋 有没有 反过有没有挑出来啊 还有这个 有没有挑出来啊 这个有没有挑出来 同时呢 挑出来这一边呢 有一个什么呀 有一个什么呀 这个钢筋 应当有一个什么呀 看图上 这一段 应当有一个什么呀 直径是扒的什么呀 分布钢筋啊 这里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 我先看一个啊 看它 它悬挑出来 这边有没有分布钢 是不是没有 这边没有啊 这个呢 它悬挑出来 这里是不是没有分布钢啊 那就少一个分布钢啊 这边呢 悬挑出来 悬挑端应该还有一个分布钢 是不是啊 按照它厨师画的意思 还有一个直径是8的分布钢啊 那么这个它没有 没有算出来啊 怎么办 这一点点量 当然我们可以 忽略了 但是你想加上去的话 怎么加啊 想加上去的话 我们可以 在报表里面呢 给它加上就行了啊 下面报表啊 登记 下面呢 可以再加一行 是不是啊 自己算上去啊 这个长度 分布钢的长度 应当是怎么长 多长 是不是这样一个长度啊 是不是这样一个长度啊 对不对 那么这个长度 我这边呢 大约量一下啊 量到中心线啊 色量 量到中心线啊 大约量一下 这五零三二 五零六二 这边 那就多长了啊 五米多啊 一米六 一六二零 六六 六六八二 加一条啊 你加到这个上面也行 你加到这个上面也行 我是总的算 是不是啊 我是总的算嘛 总的这么算啊 加到他头上也行 加到他头上也行啊 加到他头上吧 下面加一个那个悬条端分布钢 我这里打上去 打强一点 悬条端分布钢 好 这一点量不大啊 很多人是忽略的了啊 直径是八 对吧 八 圆缸啊 长 这个形状 这个啥形状啊 那就直径啊 我输两根 两根不一样长是吧 输 那我可以选一个 一个弯子啊 选一个 一个 一个文字就好了 对吧 选个这种形状 都可以啊 两段不一样长 OK 确定 长度 刚刚你测过了啊 一个是 一边是长 5062 另外一边长 1620 当然是你也可以分成两根啊 也可以做成两 两条啊 一条伸到这一头 这一条 就是这样两条也行啊 这样一条分不紧 在这样那边 行不行 也行啊 这个量差不了多少啊 我这里是直接做成一个 L型了啊 行了 就一根啊 OK 然后注意 把它锁住啊 因为你修改了公式 好 说出来啊 那么另外还要注意一下 现在我们把这个面筋是悬挑出去了啊 并且也加了分布筋了 那底筋要不要悬挑出去 这里是看不到的 底筋要不要挑出去啊 我们看一下平法 对于悬挑版 一般情况下啊 底筋不用悬挑出去啊 这个103 对于悬挑的悬板 一般情况下是 紧配置上不肯定 这是面筋 调出来啊 面筋调出来啊 底筋 可以不要啊 底筋可以不要 如果有的话呢 是单独配置的啊 所以说底筋呢 不要是这样子啊 不要把板内的跨出来啊 不要这样 看明白了没有 这个根本就不配置下不肯定 是不是啊 悬挑端没有下不肯定 这个呢 是不是单独配置的呀 这个是不是单独配置的呀 悬挑端的下不肯定 一般是单独配置的啊 这和悬挑两 一样啊 悬挑两也是这样子啊 悬挑端底部 一般是 单独配置钢筋的啊 也可以不要 所以现在啊 我们这里 看这个底筋 这个底筋 它也挑出来了 是不是啊 不让它挑 拖进来啊 拖进来 不要让它选挑 底筋不让它挑出来啊 不需要 这个也是底筋啊 让它拖进来啊 再拖到 轴线焦点上啊 应当拖到轴线焦点啊 轴线 好 明白了没有 底筋不悬挑啊 底筋不悬挑啊 这两个底筋啊 不挑到外面去啊 我们再重新看一三位 是不是啊 底筋不往外挑啊 但是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这里怎么有一根钢筋呢 这个是我们哪一个分布 分布错了 是 是这个面筋啊 这个面筋 我们分布筋已经出来了啊 它不再出来了啊 它不再出来了 在这儿 这里 好 还有它 好 它不再分布出来了啊 它不出来了啊 好 重新 回总看一下 因为我这一根钢筋是 这一头是已经加了 我刚才特意加了这个啥呀 这个地方加了分布筋啊 加了一个分布筋啊 这边加了一个分布筋啊 所以说 这个呢 还需要出来吗 这个还需要出来吗 不需要的啊 这个不需要再出来了啊 就是它的这个钢筋 不仅反味直到 这里啊 两钟 好 一起给大家看一下 这样就行了啊 那么外面那个分布筋是不显示的啊 哎 还有一根呢 还有一根呢 这是哪一根 还有一根 底巾啊 那这个底巾啊 底巾也是不出来的啊 底巾也不出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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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面巾挑出来 明白了没有 只是面巾挑出来啊 底巾分布反味 不到外面去啊 底巾不往外去啊 面巾强调啊 面巾强调啊 面巾强调 并且呢 头上有一个分布筋 再重新看一下 底巾啊 这两个 哪这个黄颜色的 底巾 底巾布条啊 咦 咦 这边还有一个人 咦 这边还有一个人 那么这个反味还是有 在改啊 很容易 你做的不准啊 是他了啊 他的反味是不是也出来了 不对 好 底巾 在框内啊 不旋调 绿圣线的思路啊 这两个底巾 你选中以后 注意看他的反味啊 不要到旋调外面啊 不要到外面去啊 是不是 没有到外面去啊 底巾不旋调啊 就是平法是这样子啊 底巾 不往外挑 就像这种情况啊 没有 旋调端就没有底巾啊 如果旋调端有底巾 那设计会另外配置的啊 面巾旋调 它旋调到外面去啊 它旋调到外面去 它旋调到外面去 是这样子啊 嗯 这个地方 这一根是什么 我们刚才这个地方啊 锁定这个地方啊 我把它解开 刚才其实不用加就可以了啊 那么这样子啊 我们不需要加那个分布金啊 不需要在那里 我重新汇索啊 它本来就有啊 本来就有啊 它是旋调出来的 这个面积也是旋调出来的 这个面积也是旋调出来的啊 我们一起看一下 这个分布金是不是已经有了 对不对 现在已经有了啊 但这都没有啊 这已经有一根分布金了啊 已经有一根分布金了啊 就是这边少了一根 对不对 就是这边少了一根啊 这边不用再加了啊 已经有了 已经有了 分布金 就这边呢 少了一个分布金 那么这边加一根就行了啊 这边加一根啊 就是它的 它为什么没有分布金呢 这个是A6200 A200我改一下 它就会有啊 我改一下就会有 A6200是哪一个 跨板收利金 收利金是 A200是这个啊 现在它的 它不是 它不是用的那个啥呀 它不是用的 跨板附近做的啊 我改成 跨板附近就行了啊 A6200的一个跨板附近啊 新建一个A6200的跨板附近啊 点这里 这边 0 这边呢 你看现在的标注到哪里 标注在板外边啊 所以 这边也是0啊 然后再给它改过来啊 改到 里昂中心 为什么要这样改 这样改过来的话 外边呢 使 就不要改0了啊 如果你是到这里啊 那就不要改0了啊 它是跨出来的啊 汇总看一下 再重新看一下它了啊 原来我们是一般的面积做的啊 现在我变成了什么呀 跨板附近 只不过两边是0而已啊 这是0也是悬条啊 因为是从中心算就是悬条啊 从板边算 那是0啊 现在是不是有分布金了 这边 那不用再改公式了啊 不用再改公式了啊 重新看一遍 一起看一下啊 这个面积悬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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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3V 大家一看 分布金 是不是有 这边是不是有分布金 这边有分布金 还是有点问题的啊 这个 它的反位 这边不要挑出来啊 找中心线 再重新看一下啊 所以这个小小的地方啊 是很难的啊 那么再看一遍啊 这时候我们 我先把这个面积 分布金隐藏一下 你看到 全天端有没有分布金 有没有 有没有 有 这里少 这里少一点点 这里的我们完全可以忽略啊 就这么一点点啊 分布金 对吧 悬条端有分布金 等一下你们做的时候啊 就这么检查啊 面积是不是悬条出来了 是不是啊 面积是悬条出来的啊 你检查对不对 你能看到出来 你做到对不对啊 面积是悬条出来 并且 图上说了 悬条端有一根 直径是8的 分布金 对不对 有一根直径8的 钢金啊 那么 分布金就是 对吧 悬条端 有一根直径8的 那么底径呢 是不悬条的啊 底径是不悬条的啊 你选中 再看一遍 是不是不悬条 悬条端没有底径啊 好 那么大家自己做一下啊 虽然我们这个小例子啊 你说很多同学说 这么一点点有必要吗 完全可以忽略啊 但这是一种方法啊 处理悬条板的一种方法啊 那么 103页 你们也要看一看啊 注意 有些图纸悬调的比较多啊 可能它悬条一米多 那你就不能忽略了啊 一般 底径是 不悬条的啊 楼跨内的 底径是不往外悬条的啊 悬条端 如果有底径 那也是单独配置的 悬条端 可以不要底径啊 面径是悬条出来的 好